今天我們很謝謝陳老師 我們總共準備了8個 這個我們觀眾朋友的一些提問 我們就請就教一下我們程曉農博士 第一個朋友他當然 應該是從澳洲來 因為他有提到 他很關注 中共跟南太平洋的政府領導人 簽署了國防系統的協議 希望請陳老師來談一下 這到底會有什麼樣的一些影響 因為他們擔心說 這對於澳大利亞周邊 東亞國家的國防 甚至日本 台灣 可能都造成進一步的一些分享 所以他很希望老師可以了解一下 這些協議到底我們應該 怎麼樣來看待這個議題 到底是不用太擔心 或者可能有背後 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 是必須要來做關注 那是不是就請教一下我們程博士 這位觀眾澳洲的觀眾朋友 提的問題其實對台灣非常重要 我們以前在節目裡稍微點到過一下 但是沒有詳細講 那麼今天我正好借回答 這位觀眾朋友們的朋友的這個問題 稍微把它展開一點點 就是今年3月位於澳洲東北方向 有一個群島叫索羅門群島 在這個群島發生的事情 引起了澳洲 新西蘭 和南太平洋各個島國的關注 因為中國滲透索羅門群島的計畫 在那裡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因此對南太平洋區的安全 特別是對澳洲的國家安全 事關重大 那麼中國在南太平洋地區 究竟有什麼樣的危險的企圖心 那不只是澳洲公民在關心 也值得台灣民眾關注 因為在印太地區南半部分 發生的和中共威脅有關的事情 和印太地區北半部分 台灣面對的中共威脅 是關聯在一起的 那路透社是今年3月24號報導說 3月18號 索羅門群島的警務部長宣布 他和中共的公安部常務副部長 王小洪簽署了一項備忘錄 紐約時報介紹說 那是北京經常是用大袋的現金 去賄賂索羅門群島各他的領導人 然後安排他免費訪華 向他們承諾項目回扣 這把戲好像台灣的人也不熟悉 然後索羅門群島的總理 依靠中國來對付國內反對派 然後中國警察要被派到索羅門群島 去培訓當地警察 然後中國大使館還運去了槍戒 那麼澳大利亞廣播公司 今年3月24號這個做了一個報導 標題叫做洩露的文件 顯示了中國在索羅門群島的 軍事存在計畫 然後澳大利亞的衛報 它的報導標題是 中國與索羅門群島 敲定安全協議 在太平洋部署軍艦 那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的標題是說 中國在索羅門群島的軍事基地 敲響警鐘 那同一天美國之音 法國國國際廣播電台和BBC 也報導了這件事情 那國際媒體對這份中共的文 和索羅門群島的文件 它的關注主要是集中在 中共在滲透索羅門群島 它的背後的真實意圖 這個問題上 那這個文件草案呢 就是中共和索羅門群島 簽的文件草案 你一定有個框架 允許北京派兵保護索羅門群島的 中國人員和重要項目 首先中共在當地沒有重要項目 那今後會有重要項目 然後這個協議還規定說 索羅門群島可以要求中國 向該國派遣警察 武裝警察 軍人和其他執法力 執法和武裝力量 他還說中國政府 可以在索羅門群島傳播訪問 物流補給和中轉 那麼我們不能孤立的 看索羅門群島這個事情 因為中國在索羅門群島的滲透 不是孤立事件 過去幾年來 中國在南太平洋多個島國 都採取了類似的舉措 那麼展示出來說 中共的印太戰略 正在步步深入的事實當中 那一開始中共是2018年 與澳洲東方位於索羅門群島 東南的瓦努阿堡這個島國 安排了協議 要在那裡建一個南太平洋的 中共的永久軍事基地 那這個地方的重要性在於說 它是太平洋戰爭期間 美國海軍的重要的後勤基地 然後2020、2019年 中國試圖取得澳洲東北的索羅門群島 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索羅門群島 它有一個圖拉基島 要取得那個島75年的開發權 這個圖拉基島有一個深水的兩港 是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海軍 入侵南太平洋區域的第一站 那麼圖拉基島外的外海被稱作鐵底灣 因為在太平洋戰爭期間 美軍、澳大利亞海軍 和日本的很多戰艦 都站在戰鬥中沉沒在那個海灣 然後2020年 中國又和澳洲北方的鄰國 巴布亞新吉內亞達成協議 在這個巴布亞新吉內亞南邊 靠近澳大利亞有一個面積很小的小 荒涼小島叫大陸島 面積一共10萬55平方公里 島上的人還是畫獨木舟 釣兩條小魚為生的 但是中共準備在這個島上 投資390億澳元 大概相當於200多億美金 要建造一個新的城市 它實際上很可能是要在這個小島 建立中共戰略核潛艇的 海外前進基地 巴布亞新吉內亞也是太平洋戰爭當中 日本皇軍決心控制的戰略要地 然後2021年中國在澳洲東北方的 基里巴斯島國在那個地方 試圖升級建設美軍二戰時候 留下來的簡易機場和橋樑 這個島國的首都叫塔拉瓦 這個環礁是太平洋戰爭時期 美國海軍對日本皇軍反攻的時候 最先奪取的戰略要點 那麼現在我們知道今年3月份 又有發生了中國可能在蘇羅門群島 建新港口設施並派兵駐守 中共在南太平洋地區有計畫 有步驟的軍事投資活動 顯示出來兩個 和太平洋戰爭時期 日本皇軍在這個地區 軍事部署非常相似的特點 第一個就是 凡是當年大日本帝國海陸軍選定的 南太平洋地區必定要佔領的要點 中國現在都已經滲入 並籌劍建設 籌劃建設海空軍基地 那麼日本皇軍當年考察以後 發現說沒有戰略價值的其他小島 日本人沒有採取任何動作 而中國如今也沒有興趣 可以說中共今天的 印太軍事戰略構想當中 它的軍事部署和日本皇軍 當年的部署高度重疊 很像是在抄日本皇軍當年的作業 然後第二點 就日本皇軍當年在南太平洋 軍事部署的主要目標 是要在位於澳洲北方 東北方和東方的南太平洋群島當中 建立若干海空基地 然後包圍和攻擊澳大利亞 那麼今天中國似乎準備 再度組成對澳洲的包圍 那麼當年日本皇軍制定了 向南太平洋地區 進軍的那個戰略叫南京戰略 它的目標是為了奪取 當時叫核屬東印度 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亞 要奪取那裡的石油 並且從側翼切斷澳洲 和美國的海上聯繫 要消除美國海軍在這個地區 長期活動的可能 然後日軍就要準備進戰澳洲 那麼中國的印太戰略 似乎也是在抄日本的皇軍 那個南京戰略的作業 它的目的可能是寄予澳洲 這個富鐵礦資源 因為中國的鐵礦資源不適合 也煉軍艦用鋼 未來中共要支撐海軍擴張 會需要占領海外的鐵礦資源 中共在南海造島建多個軍事基地 也就是它的南京戰略的組成部分 那麼從這個南京戰略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中共的擴張野心相當大 向東威脅台灣和日本 向南威脅澳洲 這是一個整體性的 對外擴張戰略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 一個太平洋不在太平的時代 澳洲和台灣 我們都不得不對此未雨衝繪了 謝謝我們老師的清楚介紹 其實這個也跟我覺得 現在俄物戰爭裡面 大家看到俄國一直想要做 這個所謂的它的擴張 又要回到它所謂的 以前蘇聯時期 那個廣大的偉大的國家那種概念 這種擴張主義的部分 其實在這個議題上 我想非常的清楚 那當然你要做這些所謂的擴張 接下來當然就是會在軍備上面 做一些努力 第二個我們的觀眾朋友提問的部分 就是說能不能請老師分析一下 中國潛艦的數量跟威脅 到底台灣或西方的這些國家 現在如何來做這些防禦 當然他也很好奇地說 以目前來說 就老師所知道的部分 這有辦法真的去偵測出 他們的一些位置嗎 老師您又怎麼看呢 中國海軍目前為止大概是一共有80艘潛艇 其中分兩類 一類也是彈道飛彈潛艇 這樣的潛艇是8艘 其中有5艘是核動力的 另外還有70艘是攻擊型潛艇 那麼其中14艘都是核動力的 剩下的都是常規動力 就用柴油機的 彈道飛彈潛艇的任務 是發射遠程的飛彈 帶核彈頭用來威脅美國的 而攻擊型潛艇是用來攻擊 對方的水面艦船和潛艇的 其中核動力潛艇 它的水下潛航時間長 下潛深度也比較深 那目前中國的潛艇 核潛艇技術大概比美國落後30年 美國的 美軍的核潛艇 可以下潛到大概1000多米深的深度 中共的核潛艇最多只能 下潛到300多米 那原因是說 中國潛艇用鋼的質量比較差 我們看到講中美冷戰開展以來 雙方沒有在地面上 這個彼此的陸軍直接對峙 也沒有出現代理人之間的 地面常規戰爭 但是在水面艦隊的對峙方面 中共的航母艦隊也不是美軍 美國海軍的對手 這種情況下 現在中共挑起對美國的軍事對抗 一開始它用的是核潛艇 還有帶核彈頭的遠程戰略飛彈 在核潛艇的這個水下對峙方面 這個中共已經通過間諜竊密 縮小了中共核潛艇與美軍核潛艇差距 就是說它的核潛艇的噪音 已經大大地降低了 因為偷了美軍的技術 所以雙方的實力在開始接近 至於中共是如何偷美軍核潛艇技術機密 那是個比較長的故事 我今天就沒時間講了 中共現在它沿用的是蘇聯那種 以核打極為主要手段的冷戰戰略 所以它把發展核潛艇部隊 當成它中共海軍過去20多年來 一個重要任務 中共之所以在南海的公海上 大批的造島 不是為了單純的所謂制海權 它同時還是為了建成 中共戰略核潛艇對美國核威脅的 叫它們叫做深海堡壘和發射陣地 那2020年10月20號的時候 中共的外宣官媒曾經登過一篇文章 它說鑒於中美圍繞台海南海的 較量區域白熱化 中南海當時正在鞏固 它並不強大的核武庫和核威懾能力 那麼其中空射飛彈和這個前射飛彈 空射就是用戰略轟炸機 發射的遠程飛彈 前射飛彈就是剛才講的 戰略核潛艇發射的飛彈 這兩種就是空射飛彈和前射飛彈 都成了中共現在這個 對美較量的重要項目 它其中披露了兩點 一個就是中共的擴軍備戰矛頭 直指美國而不單純是台海 這中共自己承認的 它要挑戰美國不止只是 要什麼統一台灣之類 第二就是中共擴軍備戰的重點之一 這也是中共自己講的 是要加強對美國遠程核威脅的 各種軍事裝備 那麼7年以前 中共的戰略核潛艇主要是在 渤海和黃海活動 那裡水比較淺 核潛艇很難藏身 很容易被打擊 所以對美軍的實際威脅不大 因為只要美軍的衛星或者反潛飛機 鎖定了這個在潛海裡面 躲藏的核潛艇或者是普通潛艇 中共的核潛艇就成了瓮中之鳖 因為它在潛海裡沒地方逃 那自從中共現在利用海南島的三亞灣 鄰近南海的深水海域的這個自然條件 把戰略核潛艇的基地 已經轉移到三亞以後 現在在三亞的榆林港修建了 直接通向南海的水下入洞時的 中國的第二潛艇基地 這樣的話它核潛艇 就可以從山洞當中的基地 水下潛出進入南海 中共現在它是試圖完全控制 南海的深水海域 以便讓它的戰略核潛艇 向無辱無人之境為所欲為 那麼它就可以用遠程核飛彈 從南海或者太平洋的任何位置 對美國進行核打擊 因此美國就必須把偵查 防堵中共戰略核潛艇活動的重點 推進到第一島鏈 也就是從日本的沖繩群島到台灣 再到菲律賓的呂宋島這條線 那從海底地形來看的話 從海南島的三亞軍港到西沙群島這一線 以西一直到越南領海水深度比較淺 所以不適合核潛艇藏身 但是從三亞到西沙群島一線以東 一直到台灣和呂宋島之間這個巴士海峽 這都是海盆地形水深達幾百米到上千米 那麼在這樣的海盆裡面 和中共的核潛艇可以安全地隱身的潛航 所以中共的核潛艇它要從三亞的 山洞基地的潛水出來以後 它就會向東轉向設法進入深水海域 那麼海南島以東的深水海區 也就是台灣的西南海區 這就是美中雙方在這個海域 反覆較量的原因 因為雙方都在蒐集對方潛艇的 聲納和通訊數據 然後這個中共它的核潛艇 要從海南島的這個潛艇基地出來 想進入太平洋 它還有一個除了巴士海峽 美軍在這裡防堵的很厲害 它還有一條通道進入中太平洋 那就是往澳大利亞方向航行 不管它是走巴布亞島的北側 還是巴布亞島的南側 都是靠近澳大利亞的北大門 這就是中共想投入巨資 在巴布亞新幾年亞建立大型軍港的原因 那澳大利亞很清楚 如果中共佔領了靠近菲律賓 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南海國際水域 把這個國際水域當作它核潛艇的 深海堡壘和發射陣地 那戰爭的英雲就已經靠近澳大利亞 那麼從2006年起 由於中共的技術諜報活動 中共核潛艇現在躲避美軍偵測 有了一定的條件 美國現在正在設法改善自己的偵測手段 包括在南海設置水下偵聽裝置 另外美軍還可以和日軍合作 因為日軍在反潛方面的優勢比較強 所以如果台灣海軍能夠通過和日本合作 是可以提升反潛的能力的 所以我想老師剛剛針對有關中國的這些核潛艇的一些威脅 我想這個也是我們過去一直會覺得很疑惑的部分 美國應該早也知道中共的這些野心 但我們過去所看到的部分 好像還抱持一些 一個是可能的浪漫幻想 另外一個部分可能是過往 被經濟的全球化的過程當中 這些經濟所掐住 當然現在的覺醒我們只能說由未完 但他們現在發現了養大的 事實上不是盟友 養大的反而是一個敵人 這你要回頭去看 這過程當中都有許多 可以美國自己內部來說做一些反思 但我們看到現在內部也在做一些掙扎 談到當然這樣的一些概念 我們就會談到了到底對中國 對中共的這些瞭解到底有多少 我們第三個這個觀眾的一個提問 他提到了 當然他想要請教一下老師 就是說根據西方民主社會的歷史發展規律 甚至站在西方民主社會制度的這些思考 他說我們往往會忽略了中國人民被巡化 或者沒有反抗能力的狀況 這個當然也是如此 我記得有一個在台灣的假設啦 就是我們一直很希望說 中國要實施民主 中國要讓人民投票 有人就說好啊 偷偷看啊 我敢說最後還是中國共產黨 可能得到的票數最多 不管原因是什麼 這你以為的讓他投票 就有其他選擇嗎 不一定全然 他有提到啦 說 不管是看中國歷史裡面 大饑荒裡面有4000萬人死亡 看到這個六四的部分增壓了學生平民 這政權也沒有被推翻掉 那後來我們大概看到現在封城 很多的一些問題喔 他延伸當然我們就看到了部分 他認為說 這好像也是另外一種奇蹟喔 他覺得會不會打破人類歷史的規律 一直走下去 那這是不是也同樣可以請教一下 我們陳老師 我覺得這個對中國民主化 不能夠從西方現有的一些觀念來出發 因為西方的很多觀念是錯的 從現在的趨勢來看的話 中共它的經濟已經是不會再有 以前那樣的一次性的繁榮了 因為那是一次性的 就是說不會再來 那麼其中道理 我以前在節目裡講過的 所以就是說中共它的經濟 走向衰落是必然的 但是中共走向衰落 並不等於說中國的民主化 就走向成功 這完全是兩回事 那種以為中國周圍的民主國家 可以坐等中國民主化 從而避免中共的對周邊國家的威脅呢 這種看法是源於西方的政界和學界 對共產黨國家民主化的三個錯誤判斷 這第一個錯誤判斷就是說 西方很多人以為說共產黨的政權 擁抱了市場經濟 就會自己走向民主化 這是把東亞國家 包括台灣 韓國民主化的經驗 胡亂的套用到共產黨政權身上 而產生的錯誤 我90年代初在普林斯大學政治系 一開始上課的時候 我們學到的就是東亞民主化的經驗 給我們講了一大堆 然後我也看了很多 然後我發現說這些東西跟共產黨國家 其實沒有太多的可比性 因為台灣和韓國 雖然它原來是維權政權 但它不是共產黨統治 再加上在國際關係方面 這個台灣 韓國 原來對美國的支持是有依賴的 因此本土的民主化 是能夠藉助國際壓力的 但是這種情況 不會發生在共產黨政權之下 所以外部勢力會影響中國民主化 這個假設根本就不存在 不成立 以英文來說就 doesn't work 不靈的 那第二個錯誤就是 西方國家的第二個錯誤判斷是說 以為民主化就只是政治制度 形式上的改變 結果就是他們會只看形式上 有沒有總統選舉或者國會選舉 然後是不是有一定程度的言論開放 和新聞管控鬆動 以為這樣就算完全民主化了 其實如果這樣的一種鬆動 是原來的紅色精英所操縱的 這種所謂的民主化 它只是換了外衣的顏色 我已經在節目中講過 俄羅斯就很典型 其實很多這個前俄羅斯集團的國家 都差不多 就是那個精英還是同一批人 原來就像台灣那個選舉的時候 穿的夾克 外面是白的 裡面是紅的 他原來是把紅色穿在外邊 現在反過來一穿變成白色了 他說他已經是民主政黨了 其實都是共產黨精英 那麼他們只是這樣 就是他沒有在民主化過程中 換精英的組成 精英沒有經過淘汰 精英的價值觀也同樣沒有改變 那麼俄國就是最好的例子 也就是說這種形式上表象的 表面的民主化 最後反而誕生了新的威權當局 第三個西方這個政界 和學習界判斷的錯誤就是 西方國家的政治學界 不懂得共產黨國家民眾價值觀 的轉型是非常艱難的 但是如果社會上繼續保留 共產黨時代留下來的紅色價值觀 就可能導致共產黨國家 政治轉型的失敗 我以前在節目裡介紹過 我研究了共產黨國家的轉型以後 發現說真正能夠轉型成功的 只有中歐的少數幾個國家 像捷克波瀾 那原因是有一個特殊的原因 就是這些幾個少數成功的國家 他們是歷史上和蘇聯是有血仇的 這樣才產生了這些幾個少數成功的國家 他們有一種社會共識 就是必須徹底拋棄紅色的價值觀 但是大部分的前蘇聯集團國家 轉型 制度轉型都不成功 或者說失敗了 因為社會上的紅色價值觀 根本就沒有轉型 所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說 共產黨國家的轉型 不是只有一條成功之路 實際上共產黨國家的制度轉型 有三種結果 其中兩種 一種是俄國式的 一種中國式的 都是通向失敗的 那麼對台灣來講 我覺得那些有一件事情 可能是需要提醒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就可能台灣需要長期面對一個 就算有民主化也不容易成功的中國 那麼這是對就台灣的這個觀眾朋友們來看的 那對中國大陸的觀眾朋友們呢 現在幾乎很少有人意識到 中國民主化真正的障礙 不是 不只是中共政權的暴力鎮壓 和社會監控 它還包括一個民眾不願意拋棄自己 一代又一代在洗腦當中形成的紅色價值觀 那只要這樣的紅色價值觀存在 哪怕明天中共它自己放棄政權 中國也會出現失敗的民主化 所以中國社會能不能夠在共產黨政權 統治不下去之後迎來真正的民主化 不是外部勢力介入的結果 而是從國人普遍懺悔 自己頭腦中的紅色價值觀開始 如果沒有這個過程 沒有懺悔自己價值觀的過程 不自己清除自己頭腦中的紅色價值觀 中國只會有假民主化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中國國內雖然從官場到民間 對習近平來是對中共不滿的聲音很多 但是中共社會並沒有形成 需要清洗紅色價值觀的精神準備 那在這種狀態下 中國距離有希望成功的民主化 這個方向還相當遠的